主要不要把事情看太复杂 反正最主要就第一个 我们信量就不要突发链钢 最好是我们程式写完了 它自动抓 反正一段时间只要厂商更新 或者是资料更新 那我就重新跑一下程式 重新就把资料库的资料更新过 那我就可以跟那个 server上的档案保持一致就好了 这样也轻松嘛 然后我要做一些其他的应用 反正我data又更新了就OK了 那可是要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说我的档案不是在我local 不是在我这台电脑里 而是在哪里 在对方的server上面 OK 第二个的话 它有可能给你的格式 当然会有好几种 那一般比较简便就CSV 为什么 因为CSV它的好处 就是你直接给你 你用Excel 就直接可以开了 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也方便 因为现在有人 你说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技术人员 你给他太复杂的东西 他还不会 那怎么办 你还要花时间跟他讲 倒不如给他一个 他也很好处理的那种东西 这样的话也不用找麻烦 不然的话你用那个太 太有技术性的东西反而自找麻烦 你还要再把它交汇 所以现在为什么Excel 大家用的这么多 因为Excel好像变慢慢一个 大家认为说 这个工具 怎么样 简单的人 大家也 简单 就是你不用用很复杂 一般人会用 然后如果你要写程式里面也可以写VVA 然后你要能够跟其他的这个程式串接也都没问题 所以Excel慢慢变成一个什么 大家好像比较 习惯的一种标准化的一个格式 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说 像CSV这些 Jasen这些都不用付钱 但是Excel的话 你必须一定要买Excel 然后变成会需要有一个费用的问题 授权的费用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这边 你一般格式里面 他会多一些那个什么 就是 这边有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格式分类 其中的话 当然我在想说 上面有ODS 有77个 其实也不算少 ODS应该背后 其实应该就是 那个什么 就是 免费的那个版本 LivaOffice 里面 产生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试算表 他也是就是想要取代Excel 也就不用再花钱 另外买Excel 有所产生的一个档案格式 ODS 但是这个格式也不好处理 你变成说 一般习惯 所以最简单 我觉得还是用那个CSV 那你会发现的在资料格式里面最多 还是CSV 所以呢我们 第一个先找到我们要的CSV里面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堆 这些像 什么呢 相关资料 我可以找一下 像 电动公车 电动公车 一周气象 这边一堆 那其中我们拿一个 我觉得比较大家也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 那个 这个 这个公有 这个市场 把 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 预览一下 它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你会把它按预览之后的话 它这个里面的话 它会提供给你一个 这个档案连结 实际上这个档案 你按下去 它会下载到下面 然后因为按好几下了 所以它会按下好几个 叫Data底线CSV 点CSV的格式 那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第一个的话你会发现直接打开 它就是 可以用Excel直接对应了 OK 那或者是说 那如果你不直接用Excel开的话 它好像也提供给我们什么 就是网路上直接预览的功能 那问题是如果你网路上直接预览 它的那个资料很多 你要做一些查询 做一些筛选 其实倒也没那么容易 它提供给我们的页数 总共 总共的比数好像有24,474 另外的话我看它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什么 相关的记载 比如说它异动记录 它好像不是每天都会更新 好像是一个月才更新 一两次吧 有没有 是一两次而已 所以呢 它应该每半个月更新一次的样子 所以这里面的话 你不是说 到8月12日应该是最新的 13号就没有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一段时间也没有行情的记录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大概把它打开看一下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我先卡错向下 它的总比数 怎么跟在网路上看到的不一样 卡错向上 好像比数上面是不是有不同 这可能要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它提供给我们的栏位 就是有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分别就是 哪一天 的行情 然后种类就是哪一种蔬菜 那么种类应该是不是全部都是蔬菜 然后呢 哪一个市场 卖的是什么品名 然后多少钱 那当然如果你在Excel里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有点 其实你可以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嘛 那最简单如果你要做查询的话 其实就资料里面有所谓的筛选功能 那其实这个筛选功能就有点像那个 资料库里面slate的语法 其实slate就是筛选 所以呢你把它点下去 那如果说你要针对什么 针对品名好了 你要筛选什么呢 所以你会在这边有个文字筛选 文字筛选其实就like 有点像那个slate那边用like 它会出我们要用like才能做筛选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可以怎么样 找那个包含 包含其实就是类似关键字筛选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以后 假如说你 不一定瞎是一个语法 你如果要在Excel里面呢 做类似的查询 观念差不多 OK 那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 刚才找青葱看 我刚刚讲过 必须要包含等于也可以 那我找到那个青葱的价格 就我刚刚讲的 是不是每个地方的价钱都一样呢 OK 会不会差很多呢 我们看一下 轻葱 然后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出现了 那当然你会发现 一样的市场 也会有不同天数的行情 而且行情好像还差蛮多 什么 1月 1月3号是195 然后隔一天变380 怎么会差那么多 那另外的话呢 北投 北投这边 北投什么 隔壁 四东路 隔壁呢 附近很 没有 只要怎么380 突然变成 90几块 对 那刚刚你干脆这样好了 我们干脆排序算了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 价格好了 价格 由低到高好了 因为有时候想说 哪里卖最便宜 好啦 Z到A好了 A到Z 那你会发现 刚刚有380的 哇 现在西湖 一公斤呢 只要30块 怎么差这么多 这是同样的地方吗 西湖很远 西湖在哪里啊 内湖嘛 所以买菜就跑西湖就对了 看来30块 30块同样一公斤 OK 哪里最贵呢 控制向下 380 四东 为什么差什么 四东是天魔 天魔 天魔 天魔那地方真的就出有钱人就对了 OK 那住天魔的人都不一样 所以是天龙国里面的天龙国 OK 所以 青葱 OK 光青葱部分你会发现就价差 差了至少超过12倍多 OK 所以 显见这地方 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 不过呢 因为我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用ESEL 因为ESEL 马上就可以做动作 但如果说你今天要用Python来做 当然历程就很遥远 OK 当然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这个是图形化界面 它等于是一个工具 如果是你简单做一两个事情OK 可是如果你要大量分析 大量产生报表的话 那你人工你被人轻充一个 然后另外又一个 每个种类都来一次 但是如果说你用程式来跑的话 你可以跑个回圈 那事情就解决了 OK 可能差别在这里 第一个我们知道了 有这个资料 那第二个 我知道说他这个资料是在那个网路上面 OK 所以这个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 把它直接抓下来 那怎么样抓下来 特别重要 第一个 我可能待会会用到什么 所以我待会开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 也许叫 工友零售市场 反正就给他一个名称 建一个module 接下来我要把那个资料抓下来的话 并且塞到资料库 我需要两个外部的一个module 两个模组 第一个模组就是我的资料在网路上 我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需要用一个叫request的一个模组 request里面的话有一个方法叫get get的话意思顾名思义嘛 把那个网路上资料帮我抓下来 那后面的话你就给他一个字串 字串里面就是把那个什么的 那个他提供给你的那一个网址 哪一个网址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工友市场行情 他这边的有一个那个 有没有这边有一个预览嘛 预览点进去这边就会有一个 把这个网址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get里面去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从网路上捞下来 捞下来之后的话呢 可能还要注意几件事啊 那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前面用一个物件去接他 那个物件的话我取名称叫HTML ok 这个名称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没关系 它叫物件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物件里面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输出的话 它有个属性 其中它里面有个属性叫做Test 如果我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资料里面 所有的资料都把它列印出来的话 那我这边必须要给他一个属性 然后点Test 把资料就print出来 那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他的encoding 这个encoding的话 要不就是UTF8 预设UTF8不需要加这一行 就跟那个我们那个F物件 File 那个F.open 如果预设的话 假如说是CP950不用加 但是UTF8encoding要加 但是这边刚好颠倒 F那个开启档案的话 如果UTF8要加 这边刚好颠倒 这边是CP950才要加 那我怎么判断它是不是CP CP6就是BigFile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那个BigFile 其实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我好像前面跟我讲 按右键有没有 你可以用开启档案 开启档案请你用记事本 这个我好像有 之前有跟各位提过 另存心档就知道了 这边会出现 它的编码方式 如果它的编码方式 假如说是ANSI的话 实际上就是BigFile BigFile 其实就是我们那边看到的CP950 它名称好几个 有的时候互相可以相通 有的时候不互相相通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UTU8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 所谓的用CP950编码方式 那我要去开它的话 记得要后面再加一个Encoding Encoding等于有没有 这给CP950 好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就已经把这个程式写完 底下我先不要做 反正我第一件事情 我只需要怎么样 把它抓下来就好 把这个Ciclite先不要加 因为我还没有塞资料库 所以input这个module 然后要get那个网址 跟它讲说我的编码方式是CP 然后print看看 OK 然后把它下载一下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理论上 当然如果你们现在你们的电脑 如果没有安装过这个叫做request的话 它应该会产生错误 OK 我看一下我这台应该 我记得是应该有装过 我不确定 我把它run一下 OK 如果说呢 没有 我的那个Python的那个 海事库我是重新再来的 不会不会 底下的东西 那底下我这个也要把它阻止掉 OK 这些我资料库我先不要run它 OK 那我来试一下 能不能把那个网路上面那个档案 帮我抓下来 run一下 OK 好 理论上的话 如果你没有装过这个request 它应该会出错 但是如果说呢 clean 还是因为网路太慢了 OK 如果说呢 假如 你的那个电脑里面看到的画面 类似像 我们 我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放的 会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错误 什么错误 non-module name的这个request 那表示说呢 你的环境里面没有装过request 你就要把它装起来 否则的话呢 它没办法让你run 还没下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确定一下说 你的那个 电脑里面有没有安装 然后我把刚刚那一行 其实就是刚刚那个程式就在这里 你们可以试着参考 来 外面先帮你 各位 我发现那个后面网址 他有在变动过 所以我要重新复制 我之前贴的 跟他现在 放在他那个网页上的那个网址 又不一样 所以我把它重新贴过 那下方的话呢 他就把所有的这个data 帮我列出来 那表示应该就可以抓的到了 但是如果说 你的电脑里面 没有装那个request的话 你恐怕要重新再把它装起来 安装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也是一样 就是你 我待会再讲 如果安装那个 外部的那个request的这个module